夏不夏的故事 你认识夏不夏吗 它是一只小母鸡 对 夏不夏是它的名字 它从没下过蛋 从没 一个蛋也没有 可是 它在农场生活得很快乐 它有 早上的大花园 白天的鸡舍 中午的小窝 和傍晚的期末 它有一些朋友 田鼠 猫头鹰 和猪 有一天 田鼠说 哥哥哥 夏不夏 你想夏一个蛋吗 一个 一个很小的 贝勒 不 母鸡说 如果你下一个主鸡蛋 和一些果酱 不不 如果你下一个荷包蛋 你疯了吗 求你了 田鼠说 是为了我的孩子们 有一天,猫头鹰说 咕咕,咕咕,吓不吓?你想吓一个蛋吗?一个小的,不大的 不,如果你像一个软蛋,加一点三粒毒酱 哎,你是不是有点疯狂?如果你像一个糖心煮蛋,你是不是有点奇怪?求你了 猫头鹰说,是为了我的孩子吗? c'est pour mes petits la la la, mes bébés chérie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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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mes petits vous, mes petits vous, tout doux 有一天,猪说 咕咕咕,你想吓一个蛋吗?一个小小的,不大的 不,如果你像一个煎蛋 什么牌畅? 如果你像一个巧克力蛋 你是不是有点傻?求你了 猪说,是为了我的孩子吗? c'est pour mes petits la la la, mes bébés chérie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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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mes petits cochons, mes petits cochons 猪 有一天,下不下决定 好,我同意 朋友们,我要下一个蛋 而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蛋 他真这么做了 等一等,故事还没完 一个晴朗的早晨 他说,嗨,朋友们 我下好蛋了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哦,不,下不下 这是什么点子 紧接着 所有的动物都跑去找鸡蛋了 咯咯咯,我想我找到了 田鼠说,嗯,仔细一看 这真的是一个鸡蛋吗? 不是 咕咕咕咕,过来看啊 我找到了 猫头鹰喊道 仔细一看 是下不下的蛋吗? 不是 咕咕咕咕咕咕 是我找到的 猪说 再看一次 这真的是一个鸡蛋吗? 当然不是 你们输了 夏不夏笑着说 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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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